老公白彩票中了四千万 却意外出车祸死了 让我寒心的是 直到死 他都没告诉我他中奖的事 这笔钱 他爸妈分一千万 妹妹分了五百万 剩下的钱全部给他扫扫 一分钱没给我和女儿留 就给我留了两百万的外债 和一身脏病 为了独吞财产 婆婆一家逼死了我和女儿 中活一世 我一定要他们血债血偿 再睁眼 距离老公增尾中大奖 还有一个月 距离他死还有半年 上一世 他的四千万 曾的爸妈和妹妹一千五百万 剩下的全部给了嫂子园林 他不仅一分钱都没给我和女儿留 还给我留下了两百万外债 我当场骑晕了过去 后被医院告知 我感染了尖锐石油 这种病多数都是通过性行为感染 医生的话狠狠地打了我一个巴掌 曾伟在死前还婚得出轨了 婆婆一家人得知 我得了这种脏病 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泼脏水 后又将我和女儿 从我自己的房子里赶了出来 我爸上门理论 他们一家人横眉数眼 将我爸弃成了心脏病 我爸倒地不起 我妈因此也住进了医院 急需一笔钱 我带着女儿上门向婆婆一家求助 想要让他们将我的房子还给我 用房子抵债二百万 余下的还能给我妈做手术 婆婆一家人心狠手辣 口口声声说我婚内出轨 净身出户 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只能搬出女儿 她毕竟是曾伟唯一的亲生女儿 理应继承曾伟的遗产 可我没想到 他们狠心到连我女儿都没放过 为了不让我拿走一分钱 他们出钱满胸 在我为了我妈的病死 出奔波求助的时候 他们已有我女儿 在街头被车撞死 我妈因为没有钱做手术 加支女儿的死讯 我妈也死了 我哭喊的撕心裂肺 绝望崩溃之下 跳了楼 老天开眼 让我重来一世 这一世 我会护好我干护下的人 也会让他们血债血偿 在这几个月里 我计划着要做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 曾伟面临单位高层证件不合战队 犹豫不定的他 在上一世里选择了保持中立 他总说 上面的火再怎么烧 也烧不到他这里来 结果 与他一同入单位的老同学老刘 站对立场 得了领导赏识 升了签 成了办公室主任 处处压他一头 他后悔不已 工作受挫后 回家一枪怒火 全撒在我和女儿的身上 这一回 我要帮他拿定主意 起初他总觉得不妥 犹犹豫豫 后来我干脆向他道出名路子 声称在官二代闺蜜那里 得到了小道消息 只要听我的 并能成事 他这才放下心下来 接受我的提议 一个月后 他得到新领导的赏识 升为了办公室主任 那风光得意见 我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觉到 嘴上说我是功臣 一堆感激我的话 下一秒就把我当成老妈子 伺候他一家子人 够男人 上一世我真是瞎了眼 这一世 且看着吧 把他捧上天 再让他从鱼端跌下来 疼都要疼死他 他给我发信息时 心情大好 今天晚上多弄几个菜 爸妈还有嫂子妹妹 都会来吃饭 我们一家人好好庆祝庆祝 嫂子有身孕 不能吃含量之物 那大闸蟹就不要弄上桌了 手里大闸蟹 是我昨天专门为女儿 在老杨那里顶的 一早就去拿了 女儿想吃这大闸蟹很久了 我扔了手机 只能照办 我将大闸蟹收了起来 抓起那只又肥又丑的 绿王八上案板 在绿王八翻身的那一下 直接手握刀 剁下了王八头 最后开膛破肚 取下王八蛋 我看着手里 一股新臭味的王八蛋 笑了 门开的那一瞬间 只听到作呕声传来 直接便是人羊马翻 嫂子袁林捂着嘴 就往厕所跑 老公慌得一脸 婆婆和小姑子 曾云将矛头 一如既往的对象我 哎呀 一屋子全是新臭味 明知大嫂有了身孕 能不得一点怪味 你这是存心不想她好过 小姑子曾云咧着嘴 一股惺惺作态的驾驶 只因为大嫂袁林 在大哥曾志英车祸节之后的 一个月后查出有了身孕 并且咽血是个男孩 曾家人就将她 当成了保护对象 只因我生下的是一个女儿 在曾家人眼里 我从头到脚就是没用的 活该嫁进来 就只有伺候他们曾家人的命 我不理会小姑子的话 因为她的好日子 也快要到头了 见我不搭理 婆婆的噪音又来了 你嫁进来这么多年 儿子生不出 连烧个饭都烧成这样 你是存心恶心我们 我扔了手里的王八蛋 逼迫自己 尽量去无视他们的话 为了接下来更重要的事情 能忍则忍 所以我直接认错 是 我太蠢太笨了 不如妈你亲自来吧 大嫂有了身孕 机会的事和菜又多 你来 我给你打下手 大家心里都放心 对于我的认错 婆婆没再多说什么 一脸嫌弃的 接过我手上的厨具 好好学着点 小鬼现在是主任了 以后手上的事情会更多 这男人在外忙着赚钱 回了家 还是得有口可口的热饭热菜 儿子生不出就算了 连个菜都学不会 要你这样的老婆 有什么用 婆婆的话 一句比一句难听 我告诉自己 都得忍着 因为这样的屈辱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曾伟终于从厕所里出来了 身后是一脸苍白的大嫂袁林 袁林看了我一眼 捂着嘴避开厨房那道门 快不去了客厅凉台上透气 曾家人从老到上 接种男轻女 他曾伟也不例外 我生下文文的那天 婆婆的脸沉至脚底 公公也是脸上不带笑 就连曾伟 连抱都没有抱过女儿 回来了这么久 曾伟除了围着大嫂袁林转了两圈 就是坐在那里陪公公喝茶 女儿文文她是一点都不上心 直到文文玩耍的声音大了些 吵得袁林有些头疼 她才发现 家里还有自己女儿的存在 文文 但人间有事要说 你回自己房间去玩 文文有些不愿 便闹了起来 一不小心撞了下袁林 婆婆一下就蹬鼻子上脸 抓住文文狠狠地打了一顿 让你调皮 撞到我的金孙子 看我不打死你 文文被打得哇哇大哭 曾伟坐在沙发上 没有半点心疼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心疼相互 与婆婆最终还是起了冲突 她冷冷地指责我 妈又不是小孩子 手上有轻重 就打了她几下屁股 你至于和妈闹上吗 孩子不懂事 就是要好好教训 况且大嫂肚子里的儿子 谁都保备着 我这好不容易有了升迁的机会 要是闹出家庭不睦 必会影响我的工作 她给了我一通脸色 我忍得下来 见文文哭得厉害 我怕吓着了文文 将她抱回了房间 一边安抚 一边在心里暗暗地说 好孩子 再忍忍 快了 妈妈就能把你带离 这个毫无人性的增加 到时 妈妈会让所有嫌弃你的人 生不如死 带婆婆一家人走后 我忍着口气 将这个乌烟瘴气的家 收拾了一番 坐下来 见曾伟微醺躺在沙发上 开始说起自己升迁一事 满脸得意 尤其说到与她同路单位的老刘 处处压她一头的时候 整个人都要乐开花了 她向来喜欢人恭维她 听好话 我便顺着她的意思 还是老公一名略智 我看啊 这话她嘴巴彻底裂开了 眼里还泛着嘶嘶感动 手上却是有些不知所措的 摸了摸那张银行卡 老婆 我没有做梦吧 你真愿意拿钱出来 给我换车 当然是真的 你说老公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换 咱明天就去换 这回是真的感动到她了 她一把将我拥在怀里 老婆 你对我真好 你放心 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我带你开豪车 住别墅 她的饼画的一个比一个大 直到半个月后的 四千万大奖来临之日 我本来还存有一次幻想 也许这一世 她会告诉我这个事实 但一整天 她没有向我透露半个字 跟上一世一样 背着我去了市区 最好的酒店订了大餐 一家人好好吃了一顿 唯独没有带上我和女儿 从始至终 在她的心里 从来都没有我和女儿的位置 这样的人 我上一世还天真的以为 她只是事事孝顺 顾及家庭和睦 才会在我与婆家人之间 难以选择 我也安慰自己 她的心思虽然没有旁人细腻 但也从未对我有过坏心眼 甚至嫌弃之心 虽是不喜欢门门这个女儿 但也从未在我面前说起过 从始至终 我都没想过 她会一门心思地 把我当贼一样防着 既然狗男人无情无义 那就不要怪我赶尽杀绝 我早就算好了 只要等我闺蜜的电话进来 她必然会自暴中奖一世 应付了婆家一大堆子人后 我坐在沙发上 将通电话的声音 特意加大了分贝 这件事情已十有八九 可是我的钱还真不够 要是以房车贷款 买下那些股票 风险又太大了 我知道 这是我真的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我家上个月才换了辆车 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这是 你再聋我想想 我和老公商量商量 我挂了电话 站在一旁 从头听到尾的曾伟 眼里顺时就有光亮 给你打电话的是 你的官二代闺蜜 是 她又有了门路 当年就是她三个月 带我赚了二百万 这回投资有些大 回报率也挺高 就是奈何 我们现在手头上资金不足 若是把房车拿来抵押 风险又太大了 要是能中回大奖就好了 我算算啊 一百万的回报是三百多万 不二千万就是差不多七千万 说不定还会涨到一个亿 可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我故作叹气地往房里走 身后的曾伟 明显动了心思 我这个闺蜜的实力 她是了解的 没有结婚之前 闺蜜带着我赚了二百多万 连现在我们住的这个房子 也是我全款买下的 她听我说起过 还遗憾没有早点认识我 否则就是贷款 也会要和我的闺蜜一起搏一搏 曾伟虽是动心了 但也算沉得住气 偷偷一个人调查了一番 后来终是忍不了了 在我面前自爆中了大奖 老婆 我有钱 我中了彩票 除税用外 我还有三千多万 对于这个 我早就心知肚明的好消息 我自然要装得很惊讶 不敢相信 她将她的银行卡信息 递到我的面前 我故意数了下零 三千六百多万 尾数我就不借了 她见我一脸惊讶 怎么 吓傻了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你再数数 三千六百多万 一分都不少 可是我不能全拿来买股票 我答应了 我妈给他们拿三百万换套房子 也答应了妹妹 给她一百万换台车 还有嫂子那 说到这里的时候 她又停了一下 推了推眼镜 从头到尾 一家人全都顾忌到了 唯独丝毫没有替我和女儿想过 我没有说话 一时之间 她拗不过我那脾气 没忍住就漏了线 我忍了忍 老公有了这笔钱 有这样的打算 也是合情合理 可是现在这个这么好的 赚钱时机不能错过 多投资就多赚 依我看 爸妈的房子可以先不换 三百万投进去 折下来将近一千万 这次回力时效会很短 到时赚了钱 再给爸妈换套五百万的房子 她老面上得多有光啊 还有妹妹 至于嫂子 孩子还不到四个月 这产检也花不了多少钱 到时等她生了孩子 我们赚了钱 给她多拿个一百万 给她喝喜便是 她经我这么一说 又拿着手机在手里细算了一笔 合算起来 三家的五百万投进去 回报是一千多万 她对我说动容了 最后决定听我的 三千六百万 她拿出了三千二百万 买下规律指定的几只股票 留了四百万在手里 以防万一 至于家里人 她是一分都没给 除了大嫂呢 赚了个零口过去 也就五万块 说到这个大嫂袁林 我重生后 最难以弄明白就是 她凭什么在曾伟死后 继承了曾伟所有的家产 就连我这个原配妻子 及亲生女儿 一分都没有分到 带着一律入睡 醒来后 我好像又明白了什么 直到几日后的一天上午 我接到幼儿园老师的电话 文文发烧了三十九度八 我很着急 打了电话给曾伟 想着她离得比我近 又有车 能尽快带文文去医院检查 结果她告诉我 她有个紧急会议 抽不开身 我快速挂了电话 接着文文去医院检查时 我就看到了那人熟悉的身影 是曾伟 与她并肩走来的 还有大嫂袁林 文文想要喊爸爸 我只住了她 往人多的地方挤了进去 我看着他们离开了医院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他们才是两口子 回来后 我开始联系私人侦探 很快我就将上一世婚内出轨 令我感染尖锐室油的一律解开了 私人侦探调查事情 真相效率很高 半个月里 我收到了袁林和曾伟 一同出入酒店的照片 与此同时 我发现那些照片里出现的男人 不全是曾伟 竟还有个熟悉的身影 面目我看不清 但以身形来看 这个男人我是熟悉 但就是很难确认 到底是不是他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我藏好那些照片出了门 这个时候 曾伟已经把人请了进来 是袁林还有婆婆和曾云 撒相是刚从商场而归 手里还拿着几袋商场的战利品 曾云满脸讨好之意 一见曾伟 就拿出了代理的几件名贵衬衫 所以说 这成功男人背后 就得有个像大嫂这般 贤惠实大体 还很有眼光的女人 袁林被曾云说的 脸上微微泛了红 袁林说是我大嫂 但实际要比我小两岁 身材好 扁淡也精致 难怪这么招男人喜欢 我给他们一边泡着茶 一边笑着回话 大嫂是好 可我也不差 早年就有人说我忘夫 还真是这样 自从我嫁了你哥 你哥事业有成 早些日子还中了四千万的大奖 这可是天大的福气 曾云白了我一眼 完全不理会我的话 直接进入了主题 哥 你今天休息 不如等一下 我们一起去看我定下的车吧 妈和大嫂都在 我们一起去看看 说到这件事上 曾伟的脸上 有些显得紧张了 毕竟那些钱 已经让我拿去投资股票了 正愁着 不知如何开口的时候 曾云朝袁林使了实眼色 大嫂这样实眼色的一话 更加让我确定 曾伟与袁林之间的苟且之事 在曾家人眼里是默许的 早就听小云在说 那车好看了 说的我都眼馋了 今天得空 大家一起去看看也好 曾伟那犹豫不定的眼神又出现了 以她的性子 很快就会在她的软膜硬号之下 做出决定 看来有些话还对我来说 妈 嫂子 小妹 你们有所不知 我们的那些钱都已拿去投资了 现在就不瞒你们了 我们就上了四百万 本想着给爸妈换个三百万的房子 再给妹妹买台百万车 可是这样一来 预算分给大嫂的一百万就没了 这话一出 三人脸色瞬间白了 袁林精致的脸上 开始抽动了两下 看向皱着眉头的曾伟 虽是没有画上的交流 但我看得出 袁林快要装不下去了 咬了咬嘴唇 我知道 我现在说这些不合适 可是你们也知道 你大哥本就没什么积蓄 现在瘫痪在床 我又有了孩子 没上班就没有经济来源 我们这一家子 处处都要用到钱 算是最难的了 在袁林的哽咽之下 都有所动容 最为心急的还是曾云 这块有主厨的鸭子 她可不能让她给飞了 一下就将矛头 就指向了自己的亲妈 大嫂是挺难的 妈 你和爸的房子 都住了这么多年了 早都住习惯了 这房子就不要换了吧 婆婆的性子 我最了解不过了 向来不能吃亏 何况是在这金钱利益之上 她是丝毫不会让 更是六亲不认 你都说 我们那房子好多年了 什么都老旧了 小伟都答应了 要给我们换新的 你爸连房子都看好了 怎么能说不换就不换呢 倒是你 你现在手上开的那车就挺好的 至少还能开个好几年 现在换什么百万好车 不合适 再说了 你和秦明三家两头就闹离婚 这是没确定钱 这车不能轻易买 这狗咬狗的场面是越来越激烈 曾云红了眼 已经坐不住了 站起来就手舞足蹈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车都定下了 预售款我都付了 怎么能说不买就不买 我不管 我这车买定了 我这一百万我也要定了 婆婆丝毫不让 你说你 你一个外嫁女 开口就一百万 你大嫂都没开口 你好意思开口吗 我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是二哥的亲妹妹 他中这么大的奖 我要一百万怎么了 倒是你们 开口就是三百万的房子 怎么不说不合适 这狗咬狗的好戏 就终上演了一个小时 曾伟一左亲妈 一右亲妹 争相不让 再加上对面一直扮演着 楚楚可怜角色的原名 他只能扶着眼镜 半句话都不敢轻易说出口 争来争去 最后不化而散 曾伟落下一句 都别吵了 破门而出 这是着实难办 钱给了亲妈 亲妹不高兴 说了亲妈和亲妹的意思 对拼头大嫂 又心存愧疚 最后 谁也没有从曾伟的手里 拿走一分钱 这才是我要的结果 眼下马上就要到 曾伟出差的那个月了 我记得 我感染脏病的那次 就是曾伟出差 一个月回来的那一晚 避免自己再次染上的脏病 我必须让他相信我怀了孩子 所以我要尽快查出 袁林另一个拼头的身份 尽快从曾伟的手里 拿走那剩下的四百万 我才能彻底心安 曾伟出差一个月里 袁林与拼头偷吃的日子 定会频繁 同在外的好妹夫勤名 袁林还真是烂情四义 一边哄着小叔子 替他生孩子 一边与老公的妹夫 出双入对酒店 如此炸裂的瓜 也不知曾家人吃不吃得下 这样一来 我要拿走那四百万 只日可待了 我备好了一切 将做好的验运证明 及查血验男女的证明 一并都给外地出差的曾伟 发了过去 很快我就收到了 曾伟欣喜若狂的回信 这还是第一次回我欣喜这么快 老婆 你真是我的大复兴 娶了你 不止工作顺利 还惊喜不断 现在又有了儿子 再过几个月 那股票回绿合下来 会有一个亿 我们很快就是一万富翁了 你等着我 我很快就会回来了 到时 我陪你去商场挑最贵的包包 在曾伟的眼里 谁能替他生儿子 谁就是他的亲人 一个被绿上路的短命鬼 还妄想成为一万富翁 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曾伟没有食言 回来第一件事 就是带着我去商场买包包 花了五万多块 毫不心疼 我招单全收 吃好喝好 衣服也装挑最贵的买 在家里 对我的态度 也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怕我坐态不稳 家里的家务 也主动替我承担了一半 婆婆和小姑子 时常也会有电话 来催她打钱 每回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 我总会劝她先忍忍 等到时赚的大钱 家里人的这些问题都会解决 她听问我的话 当着我的面 回绝了婆婆和小姑子 至于嫂子园林 我已经想好了对策 老公 今天在超市 我碰到了大哥家旁边的邻居张阿姨 她和我说了一件事 就是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 什么事 她刷着手里的手机 似乎一下 没能听出我话中的意思 一瞬间又抬头看向我 我吃着手里的水果 有意地将那些话说了出来 张阿姨说 大哥自瘫痪后 家里总有男人出磨 外面还在传 嫂子肚子的孩子不是大哥的 她手上一震 脸色一下就白了一半 像是在稳着情绪 然后又下意识地避开我的眼睛 你少听人瞎说这些东西 大嫂心子温和 年轻漂亮 大哥出了这趟子事 并会招人不少闲话 你也别跟的人瞎起哄 这是让人传来传去 对曾家还有大嫂名声不好 我肯定是相信大嫂为人的 可是张阿姨说的有板有眼 连那人的相貌都能描述出来 我听了有些熟悉 就是想不起来 那人是谁 所以才不得不牺牲怀疑 她没有说话 只是手里的手机不再滑动 起初我以为张阿姨是认错了人 将你误认为那个男人 可我一想 张阿姨又不是不认识你 这要是大嫂真做了对不起大哥的事 这孩子要是真不是增加的血脉 你打算给大嫂的那一百万 岂不是白白给别人养儿子 这话我是故意说出来的 以曾伟平时对人的防备 及猜忌之心 并会将我这番话放在心上 显而易见 大嫂袁林是个多么会伪装的人 两人苟且这么长时间了 她对袁林竟丝毫没有怀疑过 深信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她自己的 我现在很想知道 她在得知袁林在哄骗她的同事 还和自己的妹夫私混在了一起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果然 不出我所料 我在曾伟公文包里 翻到了她被医院告知 感染尖锐湿油的病例单 那些日子她很难受 但又怕被我发现 她也怕打搅我的睡眠未有 搬去了书房 我料想着 该到我出手的时候了 我洗出了私人侦探给我发来的照片 以匿名的方式寄到了她的单位 当然 那些照片里除了有她自己 宇源林出入酒店的身影 还有勤明宇源林的 那晚她回到家后 我就直接将那些照片 和事先你好了的结婚协议 摆在她面前 她扶着眼镜 脸色彻底白了 慌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捂住脸 酝酿了好久的眼泪水 终于解了出来 曾伟 我们心自问 嫁你后 一直对这个家 对你尽心尽力的 做好自己分类之事 我一直心存愧疚 没能给你 给你老曾家生的儿子 所以 不管你家里人如何嫌弃我 如何怠慢我 我为了你都忍过去了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你竟然背着我 跟自己的嫂子苟起 袁林是比我年轻 比我漂亮 可她真心带过你吗 她在与你偷情的同时 还和你们的妹夫搞价了一块 这是要是传出去 又或是传去你的单位 你曾伟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笑话 我捂着自己的肚子 故作动了胎气的大喘着气 曾伟急了 别忙过来扶我坐下 老婆 你别动气 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儿子 这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混蛋 我不是人 我已经后悔了 后悔了 是袁林那个女人骗了我 她口口声声说 怀了我的孩子 而且还去查过 是个儿子 你也知道 我心心念念想个儿子 我爸妈也是 不过老婆你放心 我现在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打算等她生下这个孩子后 再去做亲子鉴定 若不是我的孩子 我就跟她好好地算清这笔账 她握紧了拳头 终于尝到了 我被她掠了石的滋味 这滋味不好受吧 以至于 她这些日子 气得夜夜不能寐 除了在书房里抽烟 生闷气 摔电脑 其他的什么都不能做 我做着深呼吸 努力地平复情绪 抹了一把 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眼泪 要是真是你的孩子呢 你又要怎么办 她见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直接伸出了手指 对天启示 人先打算给她的一百万给她就是 但我发誓 我再也不会跟她有关系了 老婆 你相信我这一回好吗 你不能和我离婚 我现在在单位根基不稳 不能被这些事情所影响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不会再和她有关系了 我以后会好好地对你 还有文文 还有我们的儿子 曾伟现在的位置 不容有任何的闪失 她的心里很清楚 如果这些丑事被我传出去 必然会影响她在单位的风平 她想要继续往上声势 绝无可能了 说不定严重的话 还会掉了手中的饭碗 她这一辈子也就到头了 我又再一次加快了抽气声 你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说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你又拿什么保证 你以后不会再背弃我 背弃我们这家 曾伟眼里流转了一下 立马掏出手机 钱 以后家里的钱都归你管 你只要握住了钱 还怕我以后在外面胡来吗 说吧 她就要给我转钱 卡里的四百万 得委屈 好 既然说所有的钱都归我管 那你就以利益主的形式 将家里的财产支配全都交由我 我就再信你一回 只要你不再有二心 我愿意替你生下这个儿子 也不会让你和袁林之间的丑事传出去 听我这么一说 曾伟那犹豫的性子 并没有立马答应我 而是略微想一想 我见她心里在犹豫 养了哭声 你看你 我就知道 你不是真心想要跟我好好过日子 刚还说愿意让我管钱 现在又犹豫不决 既然这样 我也不逼你 我们离婚吧 这儿子我也不生了 以后你要跟谁好 就跟谁好 我故意要起身 我要逼得他现在就下决定 果然 他那经不起一点事的性子 立马就答应了 拉着我的手 老婆 你先别生气 我们现在就去律所 我答应了你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到 一切尘埃落定 遗嘱在我的要求之下 我掌握了他名下所有的财产支配权 吉祥有权 自那以后 他也不再背着我与袁林通电话 来了电话也是当着我的面挂掉 时不时还会在我面前 故意提到自己拒绝袁林 向他是好的事情 可笑至极 我又岂会在意 我现在关注的是 他这个短命鬼 还有几天可以活 我提前背好了一切 先是向文文幼儿园的老师 背好了架 给爸妈还有文文 提前订好了前往三亚医院游的机票 上一世 因为我 三个最亲的人都相继离我而去 这一世 我不会让这些事情 波及他们仨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定会好好的护下他们 至于曾家人 也是时候血债血偿了 曾伟出车祸被送进医院的时候 我正在医院等着签病危通知书 然后我挤着眼泪 在抢救室外 等着那盏灯灭下 公公婆婆 还有曾云赶到医院 已经是一个小时候了 婆婆走上来就是 对我一通骂 谁让你签的字 你这个丧文星 我儿子要是死了 我不会放过你 妈 病危通知书是医院下达的 我不签 他们就不会抢救曾伟 要是延误了曾伟的最佳抢救时机 曾伟可就真没命了 婆婆眼睛瞪得老大 经不住时的 又一在公公怀里哭了起来 不 不会的 我儿子服大命大 不会有事 你这乌鸦嘴 你给我闭嘴 就是 我哥长命百岁 倒是你 出车祸的 怎么不是你这个丧文星 曾云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甩手就想要给我一把掌 突然抢救时的门开了 吵什么 这是医院 谁是园林的家属 我 我们是公公小生的答应者 他本就性子软弱 家里再次出现这样的事 他一时真的很难接受 毕竟几个月前 自己的大儿子 才从这抢救出来 虽是留了条命 却是落了个终身残疾 这样的事情 又再一次发生在 自己的二儿子和大媳妇身上 他本着自己一家之主的身份 签下了园林的病危通知书 当医生问道 老大保小时 婆婆冲了上来 一个劲儿地苦求着 保小 一定要保住我的金孙子 医生 一定要啊 上一世的我被告知曾伟车祸后 我连他最后一面也没见着 就被曾家人赶出了医院 后来我才知道 同曾伟一同出车祸的 还有副驾驶位置上的园林 曾伟在两车厢撞的最后一秒 他死死地护住园林 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园林并没有受多重的伤 只是早产生下的一个儿子 曾伟跟他妈一样 到死都想着园林肚子里的孩子 也难怪 那些财产一分都没给我女儿留下 全给了园林 他是多想有儿子 这一时 唯一不同的是 他没有全身心地 想要护下园林和肚子里的孩子 园林被送往医院的时候 还流一口气 挣扎着想要生下肚子里的孩子 医生给他做了剖腹缠手术 儿子是生下来 可是是个死婴 园林在手术台上 绝望地断了气 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 彻底傻了眼 造孽啊 我们曾家造了什么孽 老天爷要这么对我们 我大而断了双腿 其实现在也死了 我心心念念的金僧子也没了 造孽 造孽啊 这时候 紧跟着抢救时的灯也灭了 抢救曾伟的医生出来告诉我们 我们尽力了 去见他最后一面吧 我终于等来了医生的这句话 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冲在最前面 紧跟着就是席地而起的婆婆 颤颤巍巍地跟了过来 曾云也不会落后 他一心挂念着曾伟手里的钱 紧随其后 我扑过去 哭着抱着曾伟 老公 你不要丢下我们啊 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曾伟张了嘴巴 呀呀几声 怎么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一双眼睛瞪个大大 看着我的肚子 儿啊 妈来了 你不许离开妈 你是妈最疼爱 最为骄傲的孩子 妈舍不得你啊 是啊 哥 这家大哥已成了废人 现在嫂子也没了 要是你 你叫爸妈 叫我们怎么活呀 公公本就少话 站在旁边 只知道闷声哭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也就在这时候 声泪俱下的母女俩 突然对了下眼色 婆婆丝毫没捡平时的气势 抹着脸上的泪水 甩手对我就是一巴掌 将我推开来 口口声声说 是因为我的八字中带煞 是我害了他们一家 我想上前 曾云死死地 将我挡在身后 婆婆的耳边 已经贴近了曾伟的嘴 他们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要从曾伟的口里 得知那些钱的下落 曾伟呲呲呲呀呀 什么也听不清 只是一个劲的指着我 好像是在说 你们不要伤害他 他肚子怀了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公公中视看不下去了 向来软弱的他 还是疼惜快要死的儿子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小伟就剩下最后一口气 你们就不能让他们夫妻俩 好好抱个别吗 公公一把推开曾云 拉起病床上的婆婆 使劲地将他们往后推 婆婆高嚷着 死老头 你要死啊 小伟手里有多少钱 你不清楚吗 现在不问清楚 到时候我们找谁去要 你是要便宜了那外星人吗 小伟走了 他要是卷了小伟的钱跑了 怎么办 就是 爸 你怎么帮个一个外人来对付我们 我们才是你的亲人啊 公公丝毫不听他们的 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力气拦着他们 曾伟如愿地握住了我的手 张了几下嘴 仍还是说不出一句话 这样的他 就像我案板上的那只绿王八的断头日 怎么也翻不了身了 我贴在他的耳边 悄悄地告诉他 老公 那三千多万的股票我全出手了 连着本金一起赚了一个亿 我们以后就是一万富翁了 他的嘴巴扯动了一下 我去笑了 只不过 你快死了 他那涣散的眼光又一点一点的巨龙 有死亡前的凄惨不甘 随后我又说 袁林死了 先你一步 儿子生了下来 长得很像你 应该是你的儿子 他的嘴巴又扯动了一下 我又笑了笑 只不过 也死了 他的嘴巴这下扯动得更急了 握着我的手在用力收紧 我能感觉到他的无力和悲惨的无助 至于我肚子里的儿子 压根就没有过 我是骗你的 他的嘴巴挣扎得厉害 抽动得更频繁 浑身抖动 那巨龙的眸光 化作最后一丝气力 狠狠地瞪着我 我知道 他快了 我反手狠狠地抓住他的手 看着他的嘴唇抽搐 想要儿子 你去黄泉路上找袁林吧 让他再给你生一个 我松开了他的手 他猛然瞪大眼睛 手就这么从我的手中垂了下去 瞪着眼睛 嘴巴都来不及和尚 一口气就咽了 痛快 我满心痛快 随着大哭一声 老公你别走 你不要丢下我们 不要后面拉扯的仨人 一同拥了上来 看着咽下气 却死不瞑目的曾伟 婆婆当场就晕了过去 不知是急晕了 还是气晕了 曾云傻愣在原地 咧了咧嘴 哥 你死了 我的钱怎么办 曾伟被带上白布 送往太平间的那一刻 我重活一时 一直悬在心中的那颗心 终于可以放下了 这一时 我护下了我想要护下的人和钱 也终于送走了 我想要送走的人 念在夫妻一场 我给他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 葬礼过后 婆婆和曾云立马找上了我 让我交出曾伟的家产 我请来的公正律师 当那份遗嘱放置在他们面前时 他们不敢相信地看向我 这不可能 小伟年纪轻轻又怎么会立遗嘱 还将财产的享有权 及分配权都交给了你 这不可能我是他的亲生母亲 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遗嘱一事 这肯定是假的 我不用与他解释 因为有更权威的公正律师替我说话 婆婆那蛮不讲理的气势 在律师的权威之下 丝毫占不了上风 一气之下就撒破打滚 什么招都时尚了 并无用 最后还招来了警察 一番周旋下来 曾云彻底堵不住了 因为我知道 高利贷的人马上就会上门收房子 公公婆婆很快就会被赶出去 上一世 我因曾伟留下的二百万外债 逼得家破人亡 三个至亲 相继离我而去 我最后东窥跳了楼 而实际背后始作勇者是曾云夫妻俩 曾云与秦明的感情不和 曾家人都心里清楚 在曾伟临死之前 曾云和秦明以合伙人的身份 投资游戏软件公司为名 向他开口借二百万 上一世的曾伟 并不知秦明与大嫂园林的奸情 终是顾忌秦明夫妻的感情不和之事 没敢把钱借出去 最后还是曾伟一直信任的 拼头园林出面说情 他这才答应 以担保人的形式 替他们向高利贷借了二百万 曾伟死都不知道 与秦明一起合伙投资的人 只是个牵头羊 根本就没有什么游戏软件公司 是一场赤裸裸的网络诈骗 幕后人卷了资金池里的所有钱 销声匿迹了 秦明成了替罪羊 秦明被抓了起来 曾云倒是成功地置身事外了 曾伟这个短命鬼 成了这场高利贷中的还款人 曾伟死了 外债全落在我的身上 而这一时 在我揭开秦明与大嫂园林的奸情时 就已经将这个外债的问题解决了 曾伟最为小心眼 他可以虑我 但他绝不容许别人虑他 秦明与袁林的奸情 明显刺激到了他 当曾云和秦明 求到他的面前时 他想都没想 一口就回绝了 曾云和秦明 还是如上一世一样 请袁林出面求情 这样更加令曾伟身心不爽 后面干脆连电话也懒得接 曾云两口子没了办法 最后哄着婆婆 从他家里偷走了婆婆的房产证 用来抵押向高利贷借了二百万 现在眼看着高利贷 就会上门来收房子 曾云没法交代 只能哭着求我帮忙 婆婆听后 炸了毛 揪着曾云的耳朵就骂 骂来骂去 最后想到自己的棺材本都留不住了 屁股一坐 在地上喊天喊地 喊死去的帮他 嫂子 你就帮帮我吧 要是还不上钱 他们会断我手脚的 秦明已经被抓走了 我现在实在是没了办法 哥不是留了那么多钱吗 这二百多万对你来说 只是九牛一毛 可是对我 还有爸妈来说 那可是救命的钱啊 好个救命的钱 上一世 我爸被他们活活气死 我妈接连被送去医院 急需钱动手术 我也是如现在这般 苦求他们增加人帮帮我 那是我妈救命的钱啊 可他们又是怎么对我的 今天我就一点一点地还给他们 二百多万对我来说确实不多 白给你们还债 我这心里难受得很 所以你们还是去想别的办法吧 这辈子 你们谁也别想再从我手中拿走一分钱 我离开了 婆婆与曾云发了疯似的向我出来 都被警察挡了回去 最后 婆婆大喘了气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就被送上救护车 她本就有中风之症 再加上这些日子的变故 突发脑出血 她被医院告知 急需手术 曾云却拿不出一分钱 还背负着高利贷催收 最后只能丢下医院半死不活的婆婆 自己跑了 不幸的是 在被高利贷追收的那些日子里 曾云被逼得跳了河 被警察通知的时候 曾云起泡在水里数日 面目全非 因果循环 婆婆因前耽误了手术最佳时机 死在手术台上 公公被人从家里赶了出来 是瘫痪在床的大哥 将他接回了家中 我让隔壁的张阿姨 给他们送去了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一百万 毕竟 在我上一世的认知里 大哥和公公 从始至终没有做过伤害我们母子的事 这一百万是我为女儿 对他们增加进最后的孝道 在与瓜二代闺蜜狂欢一夜后 我一纸机票飞去了三亚 见到爸妈还有文问 那一刻 我留下了幸福的泪水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往后的每一天 我都要和爸妈还有女儿 开开心心的度过